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模的装法 模这边的话是固定环 然后白色的卡套 然后的话在里面的话有一个 有一个垫片 然后出来弹簧垫片固定环 然后到这边的话一样的卡套 然后在外面是个固定环 我们说一下啊 这个固定环的话是不要动的 因为工程师在调剂的时候 他已经把它那个找好位置了 这样的话先把后面模的话不会往哪一边偏移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装一下模 我们首先要准备一把剪刀 剪刀先把模剪成一个三角形 为了后面的话方便穿模 然后我们的话将整个固定桿拿下来 这两个是可以拿出来的 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装上 这个白色卡套刚好和这个模的话 是固定在一起的 而且模的话我们要记住 他的话是向外面做的 就是有彩印的这边向外面 然后这个的话白色卡套固定上来 我们再把这个黑色固定环给它固定上去 拿一下内六角 内六角的话把它锁上 就是让它不会动 这样看一下这边的话 这一根杆的话就是把固定环锁在这边 然后我们把整个模给它拉上来 放到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有颜色的模的话 是有颜色有彩印的这边的话是向外面 的 然后我们模的话穿到第一根杆 往这边杆穿下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现在讲的话是有带打马器的那个装法 第二根杆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这边 打马器的第一根杆下来 然后的话穿过中间这根杆 然后再上来 然后直接拉到后面 后面这边 拉到后面这根杆 然后顺着它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 刚好这根模的话穿过来 然后的话 如果没有打马器 那就是这根杆穿上来 然后一样从这边直接穿下来就好 然后的话 模模的话全部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我们正常这根离合 它的话是关闭的 我们要把它打开 中间这个按下去 然后的话往上拉 这样子 它的 它的 环的话它就会往旁边松 这样的话我们模的话就可以拉下来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模的话是 尽量往里拉 就是对齐尽量往里拉 然后的话把固定杆 就把离合给它关上 这样子的话 整个模的话就穿好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现在温度的话 已经到达我们设定温度了 现在它已经可以封带了 然后我们先按一下切带 就是让它的话把带子封口封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过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光标点 光标点是没有在下风口的地方 就这个光标点它没有在这个下风口的地方 我们要按拉带把它下移 我们测试一下带子的效果 看一下整个带子的话 看的话就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们再测试一下 整个带子的话看起来都是可以的